相同笔画的变化 横画 横画多了要求它变化 主要从长短、扶养、方圆等几个方面着手 三这个字上面两横都稍短 而且中横属左肩横 下横是长横 中段有弧形俗称扁单横 轻这个字因为下部有月 所以上面三横一竖 要写出竖粗横系的特征 竖画 下面我们看到的辅和逊这两个字 要注意相同树画的变化 辅采用的是把相同笔画变粗或变细的方法 逅这个字除了中树是垂陆树外 其余都画为树撇和树弯钩 这又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方法 在刘仲的方法 这是我们的意思 是一种方法 在刘仲的方法 在刘仲的方法 下后 在刘仲的方法 有可能是一种方法 现在在刘仲的方法 也就是一种方法 打资格 这更多的则 我们的方法 给你 撇画 后字有六撇 乌阳荀在这里做了长短粗细 肩进与浑厚的对比处理 特别是最后一撇 在下端要稍稍住笔而出 这个字的六撇在曲式方向上是一致的 这是特点 欲这个字三撇的变化 表现在方向和它的弯曲度等方面 纳化 这里的氧和石都是把下纳改为长点的例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